花蓮市公所星期天下午在远东百货花蓮店举行了宝宝斑斑乐的活动 吸引80位小宝贝来参加人生中第一场趣味竞赛 圆摆店长黄永芳市长威家燕特别到场陪伴亲子度过温馨欢乐的时光 小小选手穿戴着恐龙相关服饰 手里提着一袋尿布 家长则在一旁使出浑身解数 以手机玩具奶瓶等作为道具 要吸引小朋友迈向终点 但过程却不怎么容易 有些宝宝直接放声大哭 有的则是在原地打转 让家长们越看越焦急 这是花蓮市公所31号下午在远东百货花蓮店 所举办的宝宝斑斑乐活动 参赛宝宝以一岁半到两岁为主 活动讯息才刚PO出名额立即秒杀 80位宝宝也在家长们的精心打扮下 参加人生中第一场赛事 那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场的一个状况 那孩子们开始疯狂 那我们其实也跟大家报告 我们其实在公所在我去年度 我们都一直持续的在关注我们一个 亲子的一个活动 那只要不管是我们自己办理的 或是协会办理的 或是等等其他的一些学校办理的 我们都会持续的来支持我们亲子的活动 这一个项目 那也希望说能够让爸爸妈妈跟孩子们 有多一点相处的时间跟机会 那在这边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的代表会 我们的李政伟主席 红达翔副主席 以及今天我们所有到场的 我们江陆平代表 以及很多很多的一个代表 那在这边我也要特别谢谢远东百货 那其实我们跟远东百货 持续合作那么多年了 那真的要谢谢他 不管是大大小小的活动 都愿意将场地借给我们 市长渭嘉燕表示工作未来会持续与圆摆合作 办理各项亲子活动 也会持续积极拓展儿童游戏公园等设施 让各年凌晨的婴幼孩童 都能充分享有运动和游戏的空间 让花莲市打造为友善的亲子城市 记者徐立芹 花莲市报导